金錢背後的故事 我是楊世光 好 我們特別觀察 油價昨天又出現了一個 比較大的一個壓回 特別是美國能源署 公布的美國原油 跟汽油庫存超出預期 現在大家都特別關注 因為今年以來 2014年 最令大家意外的 就是原物料的崩盤 從鐵礦砂到油價 都出現了一個比較大的 50%的腰斬跌幅 這時候有一個很重要的觀察點 就是過去這些原物料 它當然有工業特性 像銅價 我們叫做景氣博士 屬於銅博士 隨著銅價的漲跟跌 可以看出景氣的變化 石油是能源的 也是油博士 從石油的價格漲跟跌 可以看出全球景氣的融庫變化 可是這幾年似乎沒辦法反應 什麼原因 是因為似乎金融操作 跟工業特性在拉鋸戰 到底油價過去100塊美元 維持了五年之久 100塊美元有多少 是我們的能源特性 又有多少是金融特性 100塊美元 是不是有其中60塊錢 是金融炒作的水分 只有40塊錢 能夠真正反應 全球消費的需求 所以我們第最後一段 來做討論 好 另外觀眾朋友知道嗎 在大選過後 在兩個禮拜之前 10月14號在秘魯的利馬 召開了全球氣候的變遷大會 居然做出了極重要的決議 就是針對過去20年來 一支不能解決的碳排放 特別是中國跟美國 竟然相互讓步 決定在明年簽署巴黎協定 台灣的碳排放 其實非常非常嚴重 可是過去是無形成本 不用繳錢 可是很快的可能碳排放 就要遭到國際的貿易瞌睡 這會對台灣有什麼印象 最重要的是今天有公聽會 最近我們看到煤價 有一個天然氣 油價都大跌 台電是不是應該降價 今天由民進黨立委 黃偉哲跟國民黨立委 楊瓊英聯合召開的 一個立法院的公聽會 就在討論台電的定價公式 我們特別要觀察 因為今天國發院的研究員 講到台電的績效 你知道他怎麼形容嗎 好到變態 到底我們怎麼解讀 台電是不是要降價 而且這些國營事業的聯中獎金 該不該檢討 給的是不是太少 還是給的太多 我們特別請教三位來賓 第二位請教的是 台大哲學系的教授 院舉正院教授 好 第二位請教 是萬保頭顧的蔡明湘蔡忠 第三位請教資深的財經記者 好 我們先看他 就愛他 不要傷害他 過去這幾年 我們知道台灣常常針對 我們的國營事業 包括自在水公司 包括台電 包括中油 常常攻擊 一個是攻擊 績效不渣 另外每個年底 都要攻擊他的年終獎金領太多 可是有沒有人比較過 到底台灣的中油 台灣的台灣電力公司 到底績效好不好 我們今天用全球的對比 讓觀眾知道 台電的績效 是不是正如國發院的研究員 講到好到變態 所以是不是台灣的國營事業 是台灣經濟發展之基礎 也是台灣之保 我們等一下做一個解讀 我們先看一下 因為最近原油天然氣價格 跌了很多 我們光是從下半年以來 來做觀察 包括紐約清原油 全球原油的一個計價標準 跌幅是高達了39.86% 全連下跌更是超過五成 另外一個台灣非常依賴的 天然氣價格在過去半年 特別是10月份過後 出現了猛烈的崩盤 這個價格從穿頭破底 跌幅是高達22.31% 油價今年跌了五成 天然氣在過去半年跌了兩成 那台灣是不是電價 也應該做調整呢 我們先看一下 這是今天今天到下午3點 全天的台灣發電的結構圖 什麼結構就是台灣發電的來源 是來自於吹風還是來自於太陽能 還是來自於核電廠 還是來自於燃氣或燃煤 我們看以人員類別 台灣今天到今天 下午12月25號夜誕節 今天下午3點為止 台灣依賴燃煤的比重 燃煤比重是最高的 高達36% 等於我們每三度電就一度電 是由燃煤發出來的 另外三分之一是天然氣 每三度電另外一度電 是由天然氣發出來的 所以燃煤跟燃氣 佔據台灣發電量的將近七成 另外有18% 是來自於核電廠的發電 可真正大家最近看到 油價崩盤的燃油 事實上燃油發電在台灣 今天的總發電量只有3.1% 所以嚴格來講 油價噴出或油價大跌 基本上對於台電的成本 是影響不大的 可油價的大漲或大跌 可能會連帶的影響 天然氣跟煤價 所以開始我們就來做觀察 因為特別是最近天然氣 煤 油價格都大跌 所以使得說台電的成本 似乎出現明顯的一個改變 所以今天立法院 召開了一個公聽會 就針對目前的電價公式 來做討論 因為今年台電看樣子 要準備大賺 而且按照目前的售電價格 明年的獲利更是可觀 可是台電過去累積虧損 超過2000億 我們怎麼觀察今天這場 立院的公聽會 我們先看一下 正反面的看法 台電董事長黃崇球 他以前是經濟部的次長 是 轉任到這個地方 2012年油電雙漲的時候 他就接任了台電董事長 但是你看他的說法說 依據公司法 台電所產出的任何一毛錢的利潤 都應該拿來彌補虧損 顯然他站在自己的立場 這個我們可以理解 你董事長出來 當然是替自己來講話 另外你看 像前台電的立委 現任的這個 陳大的教授 喜忠信 他說台電是獨佔事業 不應該有利潤 否則以民爭利 這種觀念的話 尤其在很多國家裡面 都是這樣 尤其是國營的公用事業 他是力求損一兩坪 而不是一個利潤 這也是一種看法 再過來就是 國策會的研究員黃士修 他說大家認為加的重建成本 這個已經確定沒有了 每度0.1元 這個不好看 前提就是要提高台電的合理利潤 這個合理利潤 以前是9到12% 現在可能會修到5% 但是我有看到 經濟部說可能要6% 假如有5 6%的話 才能把目前台電 到去年是累積的虧損是2000億 今年會賺了200億 大概今年年底 累積虧損可以降到1800億 但是還是非常可怕的一個數據 台電的資本額是3000億 所以基本上虧損2000億 假如是上市公司 現在應該是全額交割股 全額交割 所以這是滿恐怖的一件事情 剛剛提到的 技價公式 就是新版的技價公式 這個問題很大 因為第一個是原料大跌 另外一個是核電 現在等於是停機 封存 這個成本怎麼算 另外一個就是台電累積虧損 我們看到台電虧了10年 終於賺了半年 可是現在又成為人民的 一個公敵 我們應該怎麼觀察 這個電價公式的一個計算 剛才宮廷會 有各種不同的看法 但顯然公黃是在合理的利潤 為什麼 這個重建成本已經拿掉了 所以我們看一下這個公式裡面 公式裡面 我把它分成兩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就是合理的利潤 這是有爭議的 對 這個是爭議點 我先講這個部分 等一下第二個部分再講 合理的利潤的話 它是怎麼算 它是用五年期的公債的殖利率 大概1.4% 加上無風險的利率 大概2到4% 所以它這個平均會落在 差不多3.5到5.5 這是它的合理利潤 以前是9到12% 現在新版的公式 降到了這個水準 好 那可能就簡單來講 就3到6% 對 對民眾來講 希望的是什麼 3% 因為3%的話 台電的利潤比較低 我們的電價就比較便宜 對 錢民有利 但是對台電來講 我要去打消 那個將近2000億的一個人機虧數 我希望這個期間是靠近6 對不對 那這個必其供1億 一次就給你解決了 那這裡面就差 你不要小看 3到6% 這對大家的這個生活影響很大 所以這個合理的利潤 我自己的看法是這樣 應該是要一併的 把第二個部分拿來看 你看 這裡變數是燃料 燃料成本 對 用人的會用 是 其他的營業會用 我覺得這幾個點 都可以考慮 比如我們來講一下 燃料 是 你剛才說到這個燃煤 是佔了35% 對 但是今年 這個台電 他大概整個燃料的一個成本 下降了90億 其中的50億就是 藍美 對 但是我們把它仔細算一下 他每公噸是84美元 還比國際的行情多了8% 對 多了8% 所以假如我們說 我們不要說他多厲害 採購的成本 比國際更低 沒那麼厲害 比照國際的話 他至少再可以節省50億 對 然後天然氣 很不合理的就是 台電的天然氣 所以是要透過中油去買 是 中油也很差 其實天然氣 你剛才那個 不是半年已經跌了二幾% 對 沒錯 結果他等到11月份 中油給台電的天然氣 才降價 是 才降價 對 假如這樣的話 12月降了以後的 12月一個月 就這個月12月 減了10億 是 減了10億 一年可以省121億 光是12月 這樣算法的話 對 所以光這個燃料的成本 我覺得放在第二個部分 就是說 可以爭辯 你台電這是要改革 我說我始終搞不懂的 一點就是說 為什麼要透過中油 然後台電這個問題 很多人都講 你為什麼買的 就是比別人貴 這裡面有沒有什麼弊端 再過來你看 人事費用後面再講 這個有外媒會講 其他的營業費用 你知道我們很多政策的補貼 比如說離島的這個店 對 那個是應該政府來負擔的 結果台電買單 我看那個累積 那個帳上的數字 天文數字500多億 他錄單的電費 也是台電去接的 還有敦親牧林 舉辦活動 運動會 購買書籍 通通都是台電 我現在比如說世光 我們都是納稅人 我已經對中華民進國政府 繳了一筆稅 這一筆稅 你本來就要把離島 這個供電 你已經要把它買單買掉了 結果他沒有買單 轉嫁到台電 然後台電再漲我的店價 我再貼我的錢再繳一遍 等於感覺怪怪的 兩遍 對 我覺得這個是可以改革的 假如改革 我們假設 第一個變數合理理論 第二個變數 它本身的改革 同時並行的話 我覺得分階段 第一個階段 給你一個台電改革壓力 所以我給你3% 對 那你假如改革很不錯了以後 慢慢我給你調整 也許我們經過一段時間 每年每年來調整這個 合理的利率 這樣不會說 一下子我第6% 萬一第6%了以後 我們的店價沒什麼價 然後台電又想說 我拓懂 我接下來我十年 我就可以把這個虧損打消了 我覺得要同時把這兩個變數考慮 所以台灣的這個稅付或國營失業 現在最大的詬病 官方其實不是經營績效 像我們今天討論的證交稅 這個證券交易稅 明明是交易性質 可是卻含有所得稅的功能 台電明明是賣電的 可是電價當中 卻有收稅的味道 這就怪了 為什麼 因為台灣所有東西就是 賣羊頭 掛羊頭賣狗肉 證交稅 交易稅怎麼有所得稅功能 這全世界最詭異的一個證券市場 而台灣的電價的收費機制 也非常詭異 明明是電價卻有 其中還有一些對離島 或偏遠地區的補貼稅 所以我們跟我們現在要觀察 因為另外一個問題 就剛剛提到了 這個台電開始賺錢了 國營失業員工 今年又領得飽飽的 特別是台電排第六名 年中獎金高達23萬6千元 平均來講 所以等於平均每個月 多貼2萬塊錢 很多人看就不高興 憑什麼 憑什麼國營失業可以拿那麼多 一般輿論跟一般的人民都覺得 國營失業是肥貓 拿太多了 可是我們先給我們看一個資料 這個數字會說話 今天包括國發研研究員講 台電的績效好到變態 我們從陷入的損失率 從每戶平均每年的停電時間 從員工的售電量來看 台電它的績效比法國 比日本東京電力 比美國南方電力 比義大利電力 這比德國的電力最大集團 藍衣集團 都來得更強 台灣是一個海島國家 陷入損失率 受到颱風影響 常常會斷線 可是我們可以維持一個 非常高的品質 更重要大家想說 我們採購有問題對不對 觀眾朋友我跟你講 電廠最大問題是 煤價每噸都是一樣 可是煤的燃脂 跟熱效率是有差的 可是你看台電的熱效率 竟然是全球最高的一家公司 代表台電買的煤或許有點貴 但從熱效率來看 它的設備 它的煤 都是全世界最好的 台電進行到真的變態的好嗎 今天這個國發研究員講說 用變態來形容 你怎麼解讀 這個其實全世界最苦的一個差勢 就是當台電的股東 為什麼 台電照理說在台灣是獨佔事業 應該是每天財源滾滾 因為沒人跟你競爭 可是你看台電的投資報酬率是負的 對 這些主要的國家裡面 除了日本因為311 輔導危機以外對不對 其他都是正的 只有台電的股東對不對 經營獨佔事業還賺不了錢 我覺得這個問題 是出在這個地方你知道 至於說員工的年終獎金 我覺得可以看其他的績效指標 我覺得台灣的社會 經常大家都強調 我們要正向思考 要有正量 向上提升力量 就是說你看到別人薪水高的時候 當然我知道多數的這個 壽星階級 他們這幾年的薪水沒有增加 大家都是哀怨連連 看到人家 如果有好的年終獎金的時候 難免會有一些抱怨 或者心裡不平 但是冷靜下來 如果人家表現好的時候 你是不是該給人家 多一點這種掌聲或者獎勵 用正面的力量去激勻人家 明年表現更好 所以我這個人 一向子不太主張去檢國營事業 員工的薪水 檢公務員的那種福利 為什麼 因為他當初進來的時候 國家代表人民 跟這些國營事業員工 還有公務員 等於簽了雇佣合約了 對 你如果說他在任職的期間 突然檢他的福利 檢他的退休金 檢他的獎金 其實有一點違背 勞動契約的存疑存在 而且這種高薪養蓮 對… 我們就這樣講 另外一點 我回答剛剛蔡總的 這個提出來的質疑 就是說台電為什麼 老是買天然氣 買石油都比別人貴 是 你在全世界的能源市場 有一個名詞 叫做亞洲議價 是 東亞幾個國家 因為能源自主力偏低 比如說像台灣 韓國 像日本 韓國 日本都有類似情況 對 加上他們又沒有掌握 原油產地 或者說能源產地的煤 天然氣的這種經營權 而且離產地又比較遠 對 離產地又比較遠 又是海島這更麻煩 因為海島運輸 就會增加成本 假如是陸地的話 透過管線 其實可以比較便宜 這就為什麼說 日本買天然氣對不對 會比德國跟俄羅斯 買天然氣對不對 貴很多 貴三倍 台灣其實也是有類似的情況 叫亞洲議價 對 這個叫亞洲議價 表示說這些國家 在國際能源市場上 跟人家的議價籌碼太低了 對 所以他必須要負擔 比國際一般行情 更高的價格 去買這個能源 不管是任何的能源 所以為什麼說過去 政府一直講說 我們的能源結構要優化 就是說不能過於單一 依賴煤 依賴天然氣 我們是不是要有其他再生能源 要有什麼核能發電廠 對 希望把能源的風險 降到最低 對國家的安全 不管是國防的安全 或者經濟的安全來講 都有幫助 是 我自己是認為 電價要不要漲 去年12月底 台電的總負債高達2086億元 累積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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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債更大 今年累積虧損 減到1843億元 也就是說到11月為止 台電已經賺了200多億 去補虧損 去補虧損 還有1800億 其實從公司治理的角度來講 其實我們理性的去看 其實應該把過去的虧損 先填補起來 另外再從 因為台電是全民的 對… 老實跟你講 他現在減價對不對 我們經常講 現在我們中央政府的負債 佔GDP的46% 但是你把什麼高鐵 國營失業 財電加進去 有人估已經到100% 110了 所以其實情況是很嚴重的 不是像大家講的這麼樣的 其實我們現在把電價 不是說漲價 不要因為國際原料 就等於說 因為我們過去是飲吃卯糧 我們吃了10年 你只要把卯糧給存回去 你不能每天去吃 飲吃卯糧吃了10年 存一點回去是對的 另外有一點我自己認為 我們現在講解緣能源要減碳 其實以價質量是最好的方式 對 你如果說電價越便宜 其實大家相對 對能源的浪費 跟珍惜度反而不夠 所以我主張對不對 應該繼續的 適度的再把台灣的電價 合理化 合理化就是說再提高一點點 對 好 這是從另外一個角度 我要請教院教授做觀察 因為這個國營事業是很重要 我們看到台電 台電經營效率 其實觀眾朋友 只要不用國際比較 台電真的是台灣之光 台電非常辛苦 在颱風天 刮風下雨 維持台灣電力不斷 所以台灣很少的地方 颱風把電線給吹斷 四個小時沒復電了 都是台電員工冒著風雨 在爬電線桿 這個國營事業概念很重要 因為自從英國 裁切爾夫人之後 把全世界的國營事業 都污名化 就是國營事業就是懶散 沒有效率 看報紙 睡午覺 可是台電的經營效率 我們從各種國際標準 都是無比的好 其實不止台電 其實台灣很多國營事業 其實效率非常非常的高 我們到底怎麼看國營事業 因為國營事業現在碰到的 就是很多社會主義國家 也是污名化 您觀察呢 這個事業或是企業 最受大家詬病的叫黨營事業 對 這個沒有話講 因為你不管他怎麼樣 就是為了自己的黨 你加入有黨政才叫黨員 還有一種呢 現在也很被大家詬病的 叫私營企業 私營企業發覺 肥貓 根本不愛國 或是肥貓 或是為了個人的利益 腳底抹油溜了 還有一種呢叫國營企業 國營企業呢 它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則 它就是呢 它就是一個公正無私的 就是說國家衡量 就是說這個事情 不能交給私人 私人會溜掉 也不能交給黨 這個黨呢 它不照顧其他黨 所以就是國營 換言之呢 國營企業呢 等於說是一種 等於是為了促進全民的福利吧 因為我們在這個 現代化社會中 不能沒有電 沒有電 你的冰箱一天沒有電 那還得了 所以大家感覺上 實際上呢 這個對於台電的這個要求 這個在一個民主化的國家 也是很合理的 但是我對於呢 有一點就是說 對於那個財介夫人呢 因為剛好80年代 我在歐洲住 那個時候呢 整個這個英國呢 他們出現一個問題 我們彼此之間呢 這個社會 我們的文化的基礎 是不一樣的 對 我們這個文化 這個是一個溫良恭儉讓的文化 大家很簡樸 對 大家呢 以替公家做事為榮 很多人呢 喜歡做老師 事實上的話呢 這個很多人在大學教書呢 喜歡到公立大學教書 是 雖然我們不准掌學費 但是呢 我們基本上呢 覺得呢 作為國家的公務員呢 是一種光榮感 那這種特有的這種 學而優則式吧 就當然跟我們的原有的 儒家文化有關 所以我們的這個 台電公司的國營企業 這個相較為 表現出來的效率高 只高這麼一點 我還很驚訝 因為我在歐洲住的時候 他們那個國營企業 人呢 最會的不是做事 是罷工 罷工 而且他罷工非常厲害 國營事業還罷工 他罷工當中 還分了最兇狠的一批 是他花了最大的精力 給錢 來阻止別人去上班 對 意志薄弱的人想上班 他就叫做 英文這個 有個特別字 也就是阻止人家上班的這條線 然後其他人就是 把那個氣候拿出來 這邊燒輪胎 這邊冬天都是罷工 所以罷工 也阻止人家上班 對 所以國營事業 我在這邊的話 我是覺得說 因為牽涉到大家 公正無私的一個國營事業 所以我覺得 剛剛那個主持人 也提到過高興養年的問題 高興養年的問題 我們通常想到這個名詞 就想到新加坡了 但是新加坡 有一點跟我們很不一樣 新加坡我不曉得 他們是只有法治 沒什麼民主 我們是也有法治 但是不多 但是我們很有民主 所以兩國之間的文化 不太一樣 所以導致一個結果 就是他們那邊的公務人員 尤其是高級公務人員 的那個公信力非常高 他們有的時候 連國家蓋房子 什麼各方面的政策 相較我們而言 我們簡直都是不可想像的 所以說如果說 一個國家在推行民主的過程中 沒有建立公信力 任何的計算都是有困難的 所以剛剛大家只想到了利潤 沒有想到合理 這個合理的問題 就涉及到很多層面 好 我們知道顧長姐 有電影講的時候 三野BOT 海野BOT 可是國家面臨那麼多 大型建設的時候 因為國營事業的污名化 使得很多大型的建設 或投資必須仰賴民間 可是我們看過去台灣20年 幾乎所有BOT都不太成功 甚至失敗 是不是一個機會 給國營事業一個正名的聲音 一個按讚的思考 台灣需要向上提升力量 或許我們很多台灣之光 正在每天為台灣發光 我們進行廣告回來看 這是台灣向上提升力量 可是一個往台灣 向下沉淪事情即將發生 就是兩個禮拜之前 在離太平洋另外一端秘魯 這個立馬 總督立馬 召開了聯合國的氣候變遷大會 竟然出現了 令大家意想不料的重要決議 而這個決議對台灣非常不利 到底是什麼樣的氣候變遷的協定 會對台灣影響 這樣廣告我來告訴你